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轴莉这婚结不结得成还两说呢 不是她不舍得钱 而是她打心底里不太喜欢这个轴莉 轴莉叫周磊 第一次来婆家的时候 她就拉着她到一边 悄悄问她 她结婚的时候婆家有没有给买房 徐媛媛老师回答了 婆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帮衬不了多少 蒋平海出来工作没几年 买房更是遥遥无期 但徐媛媛不介意 她家经济条件好 在她二十岁的时候 徐爸徐妈全款给她买了套一百六十万的房子 结婚前 徐媛媛提出过用这套房做婚房 蒋平海不愿意 她想婚后一起攒钱 买属于两人的房子 所以婚后两人没有搬进徐媛媛的房子 而是暂时选择租房住 将徐媛媛的房子出租 只是这么一套房子 徐媛媛没想到还被人惦记上了 周磊第一次来婆家做客的时候 就套出了徐媛媛有房子的事情 当时她没说什么 但随着来婆家的次数增多 周磊明显对徐媛媛热络许多 这让徐媛媛很不适应 她总觉得周磊对她的热络里面带着几分讨好 给人很市井小民的感觉 所以每次周磊来 她都避而远之 奈何周磊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完全套积 徐媛媛的有意躲避 很快周磊和蒋平谦婚论嫁 周磊提出要16万彩礼 外加一套房 最好全款 这可难倒蒋平谦了 16万彩礼还好说 但是房子比较困难 更别说全款了 他们所在的城市 随便一套就是100多万 蒋平谦实在拿不出 跟周磊商量 周磊难得豪爽 说彩礼可以不要 但必须全款买一套房子 而且要写他的名 这个要求相当过分 而且充满算计 蒋平谦安和婆婆都很不喜 渐渐对周磊生出意见来 周磊不嫌事大 直接扔出了炮弹 她怀孕了 让一个女孩子未婚先孕 确实不地道 婆嫁就算再不高兴 也不能不认孩子 可全款买房 哪有那么容易 一时之间 婆嫁一夜 愁白了头 后来也不知道婆婆是怎么想的 她找到徐媛媛跟她提起了徐媛媛婚前那套160万的房子 婆婆想让徐媛媛把房子过户给周磊 我看过了 现在乡下建一层房子也就是十几万 你的房子在城里就按双倍价格给你 给你26万成吗 妈也知道这个价格低了 可是没办法 26万妈都拿不出来 还得问人借 周磊说了 如果没有房子就不结婚 到时候连孩子都不保 看着婆婆一副理所应当的表情 徐媛媛真不知道应该是怎样的表情面对 房子她不可能给的 凭什么周磊结婚 惦记她的房子 谁给她那么大的脸 所以徐媛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婆婆 婆婆很着急一直劝说徐媛媛 让她以和为贵 反正她的房子结婚后也不住 想来房子地段不是很好 那么给周磊又能怎样 一套房子 在婆婆嘴里变成了像是送一颗白菜一样简单 妈 我那套房子价值160万 我凭什么26万就要让出去 婆婆听见160万刹那间僵硬在原地 或许她也没想到 这套房子居然这么值钱 妈 为了一套房子 周磊这么逼你 完全不顾家里经济条件 就算结婚了 以后能相处到一起吗 婆婆看了看徐媛媛 张了张嘴 终究没说什么 几天后 徐媛媛一个人在家 周磊却找上了门 看见徐媛媛一个人在家 周磊就像变了副模样 对徐媛媛不再像之前那般刻意讨好 反而有一股耀武扬威的气势 她摸着肚子 似乎是在炫耀什么 对徐媛媛的房子 势在必得 看着她胸有成竹的样子 徐媛媛居然有些厌烦她 她知道周磊家条件也不好 而周磊本身条件也一般般 要不然也不会死攀着 蒋平谦不放 虽说蒋平谦不算有钱 但工作是在国企 工资不算高 胜在工作稳定 福利待遇方面也还算不错 而周磊的工作就差强人意了 她没什么学历 在超市做收银员 一个月两千多块钱的工资 这么一看 蒋平谦的工作算很体面了 说出去也有面子 更何况她现在还看上了 徐媛媛的房子 在她眼里 孩子或许成为她要房子的最大筹码 可她到底把方法用错了 是蒋平谦的孩子 不是她徐媛媛的孩子 要着急也是蒋平谦着急 婆婆着急 哪里轮得到她 但周磊就是有迷之自信 放话说 要是徐媛媛不同意 就让婆婆让她和蒋平海离婚 看着周磊一脸得意的样子 徐媛媛就忍不住笑 她自然不会把周磊的话放在眼里 只是不成想 婆婆还真听周磊的挑唆 来问她要房子 听信周磊的话 结了婚的女人怕离婚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要求 她赶紧把房子过户给周磊 徐媛媛也怒了 趁着今晚 蒋平海跟她提水里的事情 把这些事告诉蒋平海 让她去处理 蒋平海没想到 在她不知道的时候 婆婆做了这么多事 那套房子 她根本没想过去站 周磊还没过门呢 就惦记起徐媛媛的房子 这女人还没结婚 就这么能巧事 真要结婚了 还不得翻天 不知道蒋平海 是怎么跟蒋平谦谈的 总之 临近结婚的两人大吵了一架 周磊三天两头 就跑婆婆家闹一场 婆婆因为为难徐媛媛的事 被蒋平海说了一顿 对周磊也是烦不胜烦 周磊见婆婆不搭理她 跑来闹徐媛 你觉得她的鼻子吗 你说你真有本事啊 三两句话就能让阿姨向着你 现在他们都不待见我了 你高兴了吧 我不就是想要你一套房子吗 肥水还不留万人田呢 我结婚后不也是蒋家的人 房子给我有什么区别 徐媛媛有时候挺佩服周磊的 思想奇葩 脸皮够厚 未达目的 什么方法都想得出来 还没结婚呢 就知道利用肚子里的孩子 谋福利 对于这样的人 跟他讲道理 简直是浪费时间 周磊见没人搭理他 也慌了 对周磊来说 蒋平谦 是他能达到条件比较好的男人 他不想轻易放手 但蒋平谦 因为他算计 徐媛媛房子的事 闹得一点脸都没有 心里对周磊也不太满意 觉得他太会算计 渐渐的 也对他不冷不淡起来 周磊怎么肯轻易被人甩掉 被肚子里的孩子做威胁 要是蒋平谦 不买房子结婚 他就打掉孩子 只是 蒋平谦已经不吃这一招 他告诉周磊 如果想结婚就消停 房子现在买不起 但可以努力赚钱 争取早日买房 周磊当然不愿意 见蒋平谦不吃这一套 另外换了方法 跑去他单位闹 搞得蒋平谦单位 人尽皆知 连领导都怀疑他 人品不好 作风不行 也因为这事 蒋平谦被领导找谈话 没几天后 蒋平谦丢了工作 周磊傻眼了 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两人终于反目 蒋平谦正式提出分手 周磊偷击不成 反十八米 搞得最后 大家都知道 他未婚先孕 最后将要结婚了 还被人一脚踹了 他失魂落魄的走在街上 遇上迎面而来的徐媛媛 徐媛媛当不认识这好人 对于他现在的下场 都是他自己的后果 结束语 所谓摊自头上一把刀 妄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也要看自己有没有本事拿 周磊想要好的生活 自己却不努力 想通过嫁人获得 也不会考虑这份利益 究竟属不属于自己 但凡能攀着一点关系 都选择不择手段 但算计总会被识破 不处于自己的东西 又怎么可能会到自己手里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